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从圣经看大选的题目 我也特别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 我也知道有同工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话语面前 都有一颗敞开 谦卑 受教的心 包括我自己 如果要是我们只是为了听 今天牧师这篇信息 与我的政治观点合或者不合 那我们就完全失去了主日崇拜 传讲主日信息的这样一个焦点了 所以今天我讲的也不是政治观点 我们叫做从圣经看大选 今天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弟兄姊妹 持守圣经 我们讲的是圣经的观点 从圣经来看这个大选 给大家先讲个故事 2020年的时候 四年以前 那个时候还在疫情当中 神带领我和师母我们一家 来到我们北卡 和大家一起来服侍主 职堂建立教会 我刚来没有几个月 就碰到这个大选 那个时候真是艰难 弟兄姊妹还回忆那一段 这个疫情当中 教堂空空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 教会讲道的时候 有几位弟兄姊妹给个面子 来一下 后来大家又不来了 除了服侍同工 来都戴着口罩 然后马上又是大选 社会非常的撕裂 甚至很多的家庭 非常的撕裂 然后我们又面临什么 职堂 买教堂 在那一切的艰难当中 后来神引领我们度过 其他不说 后来大选之后 有一次在我们本地 在有一家 是本地一些华人的 保守的那个党派的 大家知道是哪个党派 保守那个党派的 有这么一个聚会 就是这个回顾一下 这个大选 大家一起聚一下 请我也去 我也参加 那么进门的时候 正好碰到另外一个姐妹 不是咱们教会的 另外一个姐妹 然后她就说 说感谢神啊 终于给我们北卡 带来一位爱川普的牧师 我听到以后 马上就纠正她 我说不 不是爱川普 是爱耶稣 是爱耶稣 所以 首先我想先澄清 一个误解 我不是一个川粉 我尊重 有的弟兄姊妹朋友 可能是比较的川粉 但是我相信 大概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是十首 圣经根里 大家都是以圣经为根基的 我们都是耶稣的 加个引号粉丝 我们都是耶稣 监定的跟随者 不会无脑地 去跟随任何一个人 而且今天的信息 也不是 仅是关于川普 大选 其实今天 美国的大选 也不单只是 一个总统的选举 当然这是最重要的 而是包括 各级 各职位的 一个选举 还有一点 当我们看大选 选政策 政党 还是政客 我请问大家 今天有的时候 有人把这个倒过来了 先去关注那个政客 大家注意啊 先去关注那个政客 然后再去关注那个政党 是不是这个党派的 那最后再去关注 到底这个党派 是什么样的政策 而我们信仰的原则 都还排不上 有这样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 这个有点本末倒置的 我相信根据圣经的真理 我们的信仰的原则 应该是这样子 我特意用不同的 这个字体来表示 最大的首要的是 我们的信仰的原则 然后呢 因着我们的信仰的原则 我们来看这个政策 是不是符合我们 圣经的信仰原则 价值观念 然后因此我们再来看 持守 接近 能够来表彰 这样的一种政策的政党 然后我们再来看 最后再来看这个individual 这个政客 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 弟兄姊妹请一定注意 而不是把它反过来 但是当然我也知道 具体到今天的 社会政治现实当中 特别是大选 最终是 就是一个一个的individual 不管是哪一级 不管是州长 不管是总统 是议员 等等这些 所以呢我们要 热情的来 为某一位的这个候选人 去竞选 去拜票拉票等等 我都非常的理解 我也知道我们教会 很多弟兄姊妹 在热心的去做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为大家来祷告 但是我也要在这里来提醒 本着圣经 我们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 顺序原则 那么在八年以前的 这个大选结束后呢 不是四年以前 二零一六年 时间过得很快 二零一六年大选结束以后 当时那个美国社会 也已经很撕裂了 大家还记得 川普和这个Hillary 那么圣明期刊呢 就请几位牧师 写这个短文 给众弟兄姊妹 有一些的劝勉 那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把当年所写的 这篇的短文 我要拿出来 我回顾了一下 我当年所写的 这个题目就叫做 从古旧圣经 看基督徒 与当今政治 那么今天看 我觉得还是 很有现实的意义 为什么很有现实的意义呢 因为圣经的真理 和价值没有改变 从不改变 那么因着圣经 真理不改变 今天我们怎么样 从圣经来看这个政治 看大选 我这个信息也没有改变 当时我那篇信息呢 这个短文呢 就是从萨摩尔纪上第八章 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一段 来看 那今天呢 我就更展开一些 更完整的 更充实的 仔细的我们从圣经当中 来看一看 你知道这是最早的一次大选 加引号的 大家注意 最早的一次大选 选这个 所谓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立王嘛 对不对 第一次 以前以色列当中 是没有王的 所以加引号的大选 然后呢 再来看看这个 民意 这段经文 刚才我们读了 我们不再 重复 那么当时 我的这个文章当中 就写到 回顾八年前 所文章所写到 我就说 根据圣经的教导 从这里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 无论任何人做王 首先第一点 都不是神的纯权的旨意 神的纯权旨意 我们常常讲到这个 一个叫做 perfect will 纯权的旨意 还有另外一种的旨意 叫什么will 听懂怎么 permissive will 许可的旨意 所以有这样两种 不同的旨意 刚才这段经文 就特别的清晰 你看 以色列人来到 萨摩尔这里 说 我们不要你的儿子 继续你做事实 我们现在要 像外邦人一样 立个王 来治理我们 这就是民意 不要萨摩尔的儿子 不要诗诗 要另外选一个 要什么 要王 萨摩尔不喜悦 他就祷告神 来到神面前 我常常在这个地方 就开玩笑 神呢 回来还安慰萨摩尔 基本上这话的意思就是 萨摩尔别太难过 你就听他们 以色列人呢 他们是冲我来的 不是冲你来的 就这意思 他们不是厌弃你 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所以很清楚的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情 是不是神的perfect will 是against God's perfect will 对不对 是跟神的那个纯全的旨意 明明相对的 你要立王 神不喜悦的 而且神还讲到 以色列人常常理解他 常常的弃绝神不要神 神讲到 以色列人是因此这样 要立一个人间的王 所以不管是谁做王 只要做王本身这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呢 就只是神的一个permissive will 那是本来就是外邦人的一个做法 对不对 在神的子民当中 在以色列当中 因为神自己亲自做他们的王 所以神就告诉萨木尔 是以色列人厌弃我做他们的王 但是神说怎么样 可以依从他们的请求 给他们立王 permit permissive will 许可这件事情 但是你要警告他们 有不好的结果 虽然他们有这样的民意 非常强的民意 但你要告诉 有这样的意思的人 你们这样一个选择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 来自神的一个警告 来自神的警告 这段的经文 基本上就告诉他们一件事 什么事啊 政治是肮脏的 对不对 政治是肮脏的 萨木尔就讲神的话 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就告诉他们了 你们现在要王了 有了王以后怎么样啊 要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 赶马 奔走在车前 然后呢 又派到千副长 五十副长 耕种田地收割庄稼 打造军器 车案的器械 娶你们的女儿 为他制造香膏 做饭烤饼 娶你们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 橄榄园 赐给他的臣仆 他们粮食葡萄 所取出的 怎么样 十分之一 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又娶你们的仆人 北女 见证了少年 和你们驴 供他的差役 羊群也娶十分之一 那时你们 必因所选的王 哀求 耶和华 大家注意 这里没有说 哪一个王 有没有提这个王的名字 没有提这个王的名字 就说你们所选的王 实际上每一个王都是这样子 无一例外的 历史上还有哪个政府 有例外呢 我提一句 以前我是学经济学 在经济学当中 我们就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 叫做什么呢 Government 只要是Government 叫做necessary evil 大家听过吗 就政府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必要的邪恶 就不是好的 政治就是肮脏的 神就在跟以色列人 就讲这件事情 你们要立王 不要我做王 那最后就是一个 不是那么perfect的结果 就是一个带着肮脏的 这样一个结果 你们会哀求耶华 但那时候已经完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 应该都统一这一点 政治实在是肮脏的 据说 据说这个德国的铁血宰相 叫匹斯麦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匹斯麦讲过一句什么话 也可能有人是安在他的头上 查了半天 这个初述到底也查的 没有很准确的 可能是安在他头上 匹斯麦就说 他说世上有两种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两种东西 你就不要仔细去观察 它的制作过程 这两种东西是什么 一个就是香肠 一个就是法律 香肠这个东西好吃 是不是 很香 但如果你看这香肠 是怎么做出来 你可能就不想吃了 对不对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 制书窗外 总统把香肠制书窗外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 觉得 好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法律 法律是什么的范畴 人间的法律是政治的范畴 就是权利和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管从政治学 从经济学 从社会学 很多方面说 Government is necessary evil 是一个必要的邪恶 不好 但是没有它又不行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应该限制 这个政府的权利 为什么要限制 政府的权利 因为神是至高的 因为神才是真正的王 这都是从圣经真理 来的这些原则 好 政治是肮脏的 归根结底 因为人是肮脏的 是肮脏的 但是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 我们在国内 以前小时候也学过 怎么说呢 我们就学政治 然后就讲 从小就讲 所有人都无法回避政治 必须要去面对政治 其实这句话 是有道理的 大家注意 有人说 那政治王子 好了 那我们就不要去管政治了 不要去大选 不要去投票了 不要去提政治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经书 这样的观点对吗 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 这是矫枉过正 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不能回避政治 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是人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 我们不可能回避人间的问题 你怎么可能回避政治 你说因为是肮脏的 每个人都是肮脏的 对不对 我们所面对的 所有各种各样的人际的关系 人情事故 所有这些东西 许许多多都掺杂的罪恶 不是这样子吗 哪有一个perfect 哪有一个完美的 那那个世界是在天上 不是在地上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正确的 清晰的 整权平衡和客观的一个观点 今天我们 要去讲政治 要去面对这些政治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我说 这不是政治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社会的议题 社会本身就是充满 罪恶的社会 有人说这个牧师 喜欢讲政治 我有人说我讲的不是政治 我讲的是社会议题 social issues 那我们圣经的真理 既然神是掌管万有的 天地万有的主 那么神的权柄 那一定就要掌管到 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社会 包括政治 包括这一切 与我们息息相关 那么很遗憾 有的时候有人就说 在教会不要讲政治 不要讲政治 八年以前就有这样人说 四年以前也有人这样的说 其实有的时候 说不要讲政治 只不过就是 你讲的政治 他不喜欢而已 坦白来讲 对 就是你讲的政治 他不喜欢 所以就说不要讲政治 那么另外 大家注意 我们也要避免一个极端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先要告诉大家 从圣经当中看到 政治肮脏的 因为今天也有的时候 有基督徒 又好像另外一个极端 什么呢 叫做政治挂帅 叫做政治挂帅 可请大家 一定要注意 今天我们基督徒 要热心的参与政治 要热心的参与选举 不然我不会在 今天这个讲台上 来讲这篇的信息 也不会冒着大不韦 我知道可能我们 弟兄姊妹 不管是这边的 或者那边的 可能有人听了 这个不高兴 他都不高兴 所以我在这里迫切 为大家祷告 一开始就说 若是本着圣经的真理 那我就盼望 弟兄姊妹能够 听到心里面去 为什么要讲 这样的信息 因为这实在是 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离不开 离不开离不开 但是我们基督 不是政治挂帅 我们是基督 为我们独一的元帅 对吗 我们从中国来的 我们还不知道吗 尤其到我这个年龄 我们稍微年轻一点 弟兄姊妹也都知道 我们是经历过文革的 政治挂帅会让人失望的 对不对 但是基督为元帅 你永远不失望 我们经历过文革 都知道政治挂帅是怎么回事 我就先不多说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点叫做什么 叫做民主的选择 萨摩尔记上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萨摩尔警告完了以色列人 百姓就不肯听萨摩尔的话 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 治理我们 民主来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就是民主 我们一定要一个王 而且好像他们投票还挺一致的 是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 统领我们 为我们征战 萨摩尔听见百姓这一切话 就将这话沉迷在约画面前 约画对萨摩尔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为他们立王 萨摩尔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各归各成去吧 萨摩尔替神警告以色列人之后 以色列人仍然坚持 于是怎么样呢 于是神就吩咐萨摩尔 给他们立了王 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 任何人类自己的治理方式 不管是专制 还是民主 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 都不是神纯权的旨意 都不完美 专制不用说 独裁更不用说 民主也不完美吗 绝对不完美 我们以前在国内八九六四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天真 我们要民主要自由 以为好像西方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就一切是大同美好的 后来我们发现 民主里面有很多的肮脏 大家注意 这个要立王 这个就是民主 而且他们是很高度的民主 很一致的民主 但是却是违背神的旨意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 人类自己的治理方式都不完美 都可能被恶者利用来抵挡神 比如当正式生活的参与者 随从人的罪与私欲 而非圣经真理的原则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当中是数不胜数 直到今天 民主也常常被用来通过恶法 成为抵挡神的工具 所以神当年对萨姆尔讲的话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虽然离了这么久了 但今天我们听起来 胜龙 震龙发聩 你看今天的美国 欧洲 加拿大 大麻合法化 同性恋结婚合法化 美国现在很多州 堕胎合法化 虽然柔衣卫的被推翻 在联邦的水平上被推翻 许多那些的蓝州 自由化的州 立刻就推 用民主来推动 堕胎要合法化 所谓的保护堕胎权 抵挡神 这些都是通过民主实现的 所以堕落的人 会用民主来抵挡神 而同时许多不合神 心意的领导人 也是通过民主上台的 今年最近我去了几次的加拿大 加拿大东岸西岸 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就发现各地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对加拿大现任的总理特鲁多 很失望 非常的失望 虽然我们在美国 这个隔着边界看那边 也是失望 现在加拿大真的是越来越 越来越不让人喜欢了 很多加拿大人都要逃离加拿大 很多移民到加拿大的人 都要逃离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此人就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的 在他的任上 通过了多少 这些抵挡神的法案 命令 所以弟兄姊妹们 民主是好东西 但是民主也只是神许可的旨意 从不是神纯全的旨意 我们千万不可神化民主 我们要积极的参与投票 参与选举 参与到现实的正式生活当中 但是不要神化民主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是民主把耶稣送到十字架 大家知道吧 而且他们又特一致 你看 路加福音23章23节 他们就大声催鼻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本来还不要把耶稣钉十字架 对不对 要释放耶稣去钉巴拉巴 他们怎么说 把巴拉巴给我们钉死他 钉死他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 连比拉多都奈他们不和 是民主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所以与其说民主是好东西 这民主是好东西 好像以前曾经登上过人民日报的 有那么一篇文章 与其说民主是好东西 不如说民主不是更坏的东西 还有比民主更坏的东西 就这样 其实在今天很多地方搞民主一塌糊涂 教会外面教会里面也一样 有的教会里面凡是搞民主 就教会吃尽苦头 我自己是从进行会出身的 读的是进行会的神学院 牧养多年进行会 进行会特别讲民主 大家知道吧 进行会特别讲民主 但是进行会最讲民主 进行会里的民主 麻烦混乱最多 这不但是我这样讲 是进行会里面老牧师 亲自这样讲的 对所谓的教会里民主 有很多的反思 好 下面我们继续就从圣经看大选 我们有几点的这个全面 下面这段话 还是八年以前 我这篇文章里的 首先我们基督徒不必 对任何政治制度 或者领袖 抱过高的期望 因为他们都有缺陷 很多基督徒 包括笔者 支持川普 不小心把我的 政治观点露出来了 但川普也是人 他不是救世主 人间没有救世主 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 我们对他的期望 不会过高 当他讲话行政 不合圣经的时候 这是我八年前写的 我说请记住我的话 一定会有的 现在你看川普的政策当中 有没有不合圣经的 失望也不会过大 因此有一种意见说 既然都不好 那么选谁上台都一样 所以不用费心 那这又犯了 矫枉过正的毛病 圣经给我们看到 纵然立人为王 不是神纯全的旨意 但神并没有不care 不管这件事情 反而神管不管啊 神很管 神怎么管呢 神先选立了扫罗为王 对吧 亲自选立扫罗为王 马上我们就看圣经 后来扫罗行背立神的事 神就后悔 又另选立耶稀的儿子为王 在耶稀的七个儿子当中 神又亲自选 撒姆尔选上的 神又跟撒姆尔说 不要看外交 看内心 特别选了小儿子 大卫为王 所以纵然都是不完全的人 都是罪人 那些骂川普 那些不要说川普这样这样 大家都是罪人 让我也讲一句公平的话 选谁为领袖 确实很重要 但结果呢 是严重不同 我们来给大家看 我们的主是立王的神 也是废王的神 圣经有讲 我们的神立王废王 对不对 有这个话 那神到底是怎么立王废王 哇 这个跟选举很有关系 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一看 看这个扫罗的例子 撒姆尔基上第十章 我们来看神的立王 撒姆尔拿凭高油 倒在扫罗的头上 与他亲嘴说 这不是耶华 高你做他的产业的军吗 神亲自选立 撒姆尔为王 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 虽然神说 你们要选立为王 这是厌弃我做王 神不喜悦 但是在神许可的旨意当中 神下面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去管这件事情 非常的清楚 然后呢 到了撒姆尔基上第十五章 十到十一节 一话话又临到撒姆尔说 我立扫罗为王 神说什么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因为有原因的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大家注意 不遵守我的命令这个字 这是highlight 加大的 等一下我们要看 撒姆尔便说 忧愁 忠业 哀求 耶华 你看我们的神 是不是立王的神 废王的神 然后到了撒姆尔基上 第十六章 第六到七节 七到十三节 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来的时候 撒姆尔看见以利亚 他们是谁呢 耶稀的这几个儿子 前面六个儿子 看见以利亚 老大说耶华受高者 毕竟在他面前 耶华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下面 大家注意 耶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华是看内心 然后就一个一个儿子过 都不是 撒姆尔就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耶稀说 还有一个小的放羊 太小了 以为选不上 就没让他来 撒姆尔对耶稀说 把他叫来 不叫来 我们不吃饭 赶快就把这个大卫叫来了 大家都饿着肚子 所以就把这个大卫叫来 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长得漂亮也没错 大家注意 长得俊美也没错 耶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是不是神亲自选的 又亲自选了大卫 就高了大卫 好 圣经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 二十二节 关于这段 又有记载 既废了扫罗 神是废王的神 就选立大卫 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但这是一个 神的心愿最理想的状态 大卫有没有做不合神旨意的事情 哎呦 做了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实际好几条都犯了 对不对 又犯奸淫 又撒谎 又杀人 贪恋人家的妻子 大卫的道德 这点上非常的糟糕 很不好 但圣经上神居然说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我请大家要思想这一点 如果我们从一个 属于一个角度讲 我们要选一个完美的人 政治选举不是教会里选牧师 大家注意 在教会里选牧师 大家都是很挑刺的 是不是 所以说有人真的跟我说过这个话 有人亲口跟我说这个话 说做牧师比做总统难当 是不是 做总统只要50%的人支持你 有时候还不到一半人支持你都没关系 对不对 在教会里面太难了 这个又得提外话 大卫神说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当然这是一个 神的一个愿望 神的一个期望 大卫有辜负神的期望的地方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们看到一点 大卫是怎么样 他比扫罗比起来 他真的是怎么样 愿意去凡事遵行神的旨意 当他犯罪以后 也真的是到神的面前来悔改 寻求神的赦免 所以我们要注意 有人就说了 你看这个政治 那些政客都是罪人 都是天下乌鸦 一抹黑 确实都不完全 但是选谁很重要 选谁很重要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神自己选 选谁好重要 神跟撒末尔说 不要看外貌 要看内心 这是选择的标准 我们今天基督投票 你也按照这个标准来 好不好 不要看外貌 外貌是什么 不要看表象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人常常被表象所蒙蔽 我们吃这个苦头还少 而要看内心 内心指的什么 是实质 那好 我们就来看一看 什么是内心和实质 扫罗王和大卫王 到底区别在哪里 神的两句话 神说扫罗是什么呢 不遵守我的命令 他的内心当中 就是抵挡神的命令 与神为敌的 对不对 就是背逆神的 是这样一种的心 大卫遵行我的旨意 大卫有犯罪 有软弱 失脚 甚至跌倒 严重的犯罪 但是他会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来 他愿意 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神虽然不满意 但是我们要看到 神参与政治 那既然神参与政治 参与选择领导人 那我们基督徒 在世上 我们来为主 做盐 做光 我们当然也应当 积极参与政治 这是非常顺利 合章法的 对不对 当年神亲自拣选领导人 今天我们基督徒 在一个世上 为主做人 做光 我们是小基督 那么拣选 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 当前的政治的规则 虽然我们知道 是不完美的政治规则 但是我们怎么样 还是要按照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旨意 参与选择国家 和各级领导人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这也为什么 刚才我把最大的字体 是我们的信仰原则 摆在第一位 然后再看政策 然后看政党 然后最后是看政客 所以今天我基督投票的标准 不是自己喜欢与否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用说今天有的时候 这个民主 真的是有时候 让人哭笑不得 还在多年以前 多年以前 所以就是马英九 台湾马英九 去选总统的时候 那是90年代的时候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在教会里面 我就听到两位姐妹 那时候教会里面 台湾来的姐妹 比较多一点 弟兄姊妹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们就在说 就说什么呢 说那个选举结果出来了 然后说那个谁当选了 那时候还没有像互联网 这么发达 这个消息还传得没那么快 另外一个就说 马英九当选了 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说 我喜欢他 长得好帅 今天我们基督投票的标准 不是自己喜欢与否 而是这位候选人 及其政党的政策 是否相对更加符合神的旨意 圣经的真理原则 这叫做不是看外貌 而是看内心 就是看实质 下面这张图 这是实际上在我们的退休会当中 我们退休会的讲员吴牧师 他本来要用的一张的PPT 因为我给他做翻译 所以他提前发过 但是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他就没有讲这一部分 那我今天就把这个 拿过来给大家看 实际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都看过很多遍 有没有 那我们在选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两个党 它的政策 到底是怎样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信仰原则 很相关的这些方面 尤其是前面几条 共和党是这样子 民主党是这样子 我都不用跟你说 你去选哪一个 你自己去看 然后您对照圣经的教导 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 非常的清晰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也不回避 也不要否认 今天保守派的这个政策 保守的政党的政策 今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也有令人遗憾的滑坡和妥协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八年以前我写的那个文章里面 我就有讲到 虽然某位当选了 好像大家很高兴 但是我向你保证 soon or later 早晚 他的政策总会这里或者那里 有让我们基督徒不满意的地方 有跟圣经真理相违背的地方 毕竟都是人 最近我们也看到 确实在有些重大问题上 有令人遗憾的滑坡和妥协 包括大家都知道 共和党开大会 第一天晚上祷告 请了一位席客教的女祭司 最后来祷告 大家有看到吗 哇 大跌眼镜 眼镜跌碎了一地 包括我自己的眼镜 请一个席客教的女祭司来祷告 但是我们也要很客观地说 我们也不能够感情用事 也不能一激动就什么都不顾 与欲加极端可怕的自由派的政策比起来 如果你要比一比的话 从这个政治角度来比是什么呢 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的区别 北国以色列有一个好王吗 一个都没有 全都是圣经的 一把眼中看为恶的事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到 美国的极端的自由派 那叫做变本加厉 在疯狂地抵挡神 抵挡公序良俗 天理人伦 已经让我们无语了 所以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 哪两个极端 一个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保守派的滑坡 就不再支持保守派 在网络上有人这样子在呼吁 发文章 发YouTube 发视频 说你看到现在这个某个党怎么样了 已经在滑坡了 所以就不投他 这是一个极端 我们要避免这样一种极端 要客观来看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 也有的基督徒 我觉得也是糊涂 因为支持保守派 所以就完全回避 指出保守派的问题 他们做的什么都是对的 并不是什么做的都是对的 而且我也呼吁 我们在这个共和党庄当中的基督徒 我们也要发大声 呼吁这个保守派 呼吁共和党要回转 就这么你的选票是有力量的 既然如果你要投给他 你要make a count 告诉他不能再这样滑坡 我们也要发出这样一个呼吁 和这样一个声音 刚才我说到 美国的自由派 今天已经 不叫自由派了 今天叫进步派 对不对 叫progressive 为什么叫变本加厉呢 这里有一件事情 这是2014年 十年以前的事情 有一个连锁的 一个工艺品的商家 叫Hobby Lobby 大家有知道吗 我们本地就有 离我家很近就有一家 Hobby Lobby 它里面又卖好多 这些基督教的工艺品 圣经经文 装饰品 艺术品 做得非常漂亮 很精美 非常的好 里面他也卖一些 基督教的信仰的 相关的一些书籍 就那个MyPillow 那个基督徒 他有书就在那里 就买 那个当年的时候 那么2014年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这个法律 违反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 怎么样呢 强迫他们家族经营的公司 向雇员提供病药 和堕胎药 当时的贺锦丽 就是Kamala Harris 现在的副总统 作为当时的加州检察长 向美国最高法院 提交了一份诉状 要求他拒绝 这Hobby Lobby的上诉 就是用政权的力量 强迫Hobby Lobby 强迫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企业 违反他们的信仰 违反他们的良心 来向员工提供病药 和堕胎药 大家知道吗 这些年 有些天主教的医院 因为信仰的缘故 他们拒绝提供病药的手段 已经面临着被逼迫关门 从信仰的角度说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 我不是说我同意他们 但是我要维护他们 这种信仰的权利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今天的政治是如何的 变本加厉 像在2011年到2017年 这六年当中 这一位的加州总检察长 对于加州的纵容犯罪 纵容罪犯 重罪变轻 轻罪抓了就放 然后警察失能 因为警察做不了什么事情 没有办法 自然恶化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侵犯 践踏基督的信仰 与良心自由 而这一位的总检察长 他当时就自称为 叫做 Progressive Prosecutor 大家注意已经不用liberal 就叫做Progressive Prosecutor 这样一个公诉人 这个Track Record 已经摆在那里 为什么我们用极端两个字 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罗马书十三章 关于这个犯罪的问题 这是圣经有教导的 因为我们每次大选 关于一个社会治安犯罪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圣经怎么讲呢 罗马书十三章三到四节 说做官的 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 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说作恶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申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正常的政府 正常的官员 正常的警察 检察院 做的事情 是什么呀 叫那作恶的惧怕 是不是啊 来保护那行善的 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治安 但是今天 现今是个颠倒的社会 是什么 叫行善的惧怕 叫作恶的不怕 对不悔改的恶人仁慈 圣经里面确实有讲到仁慈 但仁慈你要用对地方 我们的神从来不是 没有原则的人慈 对那不悔改的恶人仁慈 就是对无辜的受害者残忍 圣经明讲 它不是空空的配件 但今天美国的这些 progressive的prosecutor 他们不单是空空的配件 而且他们是在侮辱 神所给他们的权利 给他们的这把剑 我们再来看移民的问题 其实关于移民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移民 对不对 我也是 你也是 我们绝大部分 我们大家都是移民 我们第二代在那边 讲英文的在那边 好 关于移民的问题 关键在于非法与合法 对吧 关键在于非法与合法 今天的主流媒体 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 主流媒体把保守派的候选人 描绘成反对移民 但是我有注意到 像新闻报道 保守的候选人 其实就在前一段 他有表示 他支持给在美国毕业的 外国留学生发放绿卡 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报道吗 他说要给在美国毕业的 留学生发放绿卡 By the way 这对我们的福音工作 可是大有好处 他并不是反对合法的移民 优秀的人才 为美国社会做出贡献 遵纪守法 纳税的 这些人才 但是同时另一方面 非法移民 大量的非法的移民 大量的社会的问题和犯罪 欧洲 美国 加拿大都在吃苦果 我最近几次去加拿大 加拿大弟兄姊妹就在跟我说这个问题 说你们美国还好人多 三亿人 我们加拿大才多少人 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土豆总理 这个外号不算是那种贬义吧 喜欢他也可以叫他小土豆特鲁多 我们这个总理就往里收啊收啊 然后就虽然移民国家已经容不了了 这是不正常的 这是不健康的 这是不严肃的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严肃的国界 就像一个家不能任人侵入 在这个地方 不是随意的 去用所谓圣经当中的爱包容和仁慈 而且那些说把他们都请进来请进来的人 如果你真的是把他请到你自己的家里 我佩服你 原谅我这样说 对不对啊 但最后都推到这个社会上 成为社会的一个问题重担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完全的失去了公平公义 我们看到新天在这个国家 合法的移民申请者在漫长的等待 有没有 我们中间有多少人 经过了很漫长的等待 才拿到你合法的身份举个手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我当年读神学的时候 有人跟我说 你这能走捷径 怎么能读神学当牧师 拿绿卡快 我等了非常久 我来美国11年以后才拿到绿卡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每一步都是合法 合理 我要做一个合法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人漫长等待 甚至有的人不得不离开 多少 对不对 H1B抽签 抽不上的 非常棒的人才 是能够为这个国家做贡献的 遵守你的法律 结果被惩罚 赶走 但是非法移民大量的涌入 这是在惩罚合法 奖励非法 这是完全违背了圣经公平公义的原则 也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凡是按照一个common sense 都不应该这样做的 按照一个common sense 如果你真的是说欢迎非法移民 叫undocument 它也不叫非法 叫undocument 无证移民 好 那你就把你的国家的边界完全的撤掉 飞机飞过来不要有海关 是不是这样子 完全不设防 你这样才公平 不然真的就会产生很多的令人痛心的 苦笑不得的笑话 有人在美国一步一步的 最后等身份等身份等身份等不到 只能伤心的离开 人家给他出什么主意呢 你去走线 你去走线 立刻就有身份了 这叫什么事 这已经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好 再提一提加拿大 为什么多提加拿大呢 因为反正我们是在美国 这个不算是直接鼓励大家去投票 我们提一提加拿大 其实是一个比较 我们对着镜子看 可能看出很多的问题来 这是一面镜子 加拿大的这位保守党的领袖 非常年轻 叫Pierre Polyvier 我不太能够发音 他这个发音很怪 他 我挺欣赏 这个年轻人我挺欣赏 他是怎么样呢 他有一句话 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但是整个他是加拿大保守党 很多现在加拿大 如果要投票立刻 他就稳赢 大家知道吧 非常受欢迎稳赢 所以这句话叫做 Make common sense common again Make common sense common again 他就说 现在出道 特鲁多总理 你的很多的政策 已经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common sense 我们人既然反映神的形象 许多本来是人间的常识 我们相信同样也反映神的心意 这些常识太多了 我们要孝敬父母 不能偷盗 不可杀人 撒谎 撒谎就知道这是不好的 对不对 虽然我们常常撒谎 哪个父母说 你看我孩子特别会撒谎 然后就发一个朋友圈晒娃 没有的 常识是说这是不好的 许许多多common sense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这些common sense 反映神的心意 但是今天的社会堕落了 颠倒了 许多基本的常识 已经被破坏了 加拿大弟兄姊妹跟我说 说现在为什么加拿大人 怨声载道 合法的移民 辛辛苦苦的做工 还有交税 拿了那么一点点的钱 面对房价物价 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非法移民被请进来 免费住高级旅店 还发钱 还领钱 今天的美国实际上也很类似 也很类似 以前有人说 支持某党派或某候选人 会影响到传福音 我记得八年以前有人这样说 四年以前也有人这样说 但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许多木道友 许许多多的木道友 我们接触到的还不信主的 包括华人 特别是很多的华人 因为我们是经历过文革 经历过这些的事情 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许多的木道友都因为 common sense 他们都知道应该怎样去选择 如果说十几年以前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什么 我们基督徒应该做value voter 大家听过这个词吗 就按照我们的价值去投票 按照我们的价值去投票 这叫value voter 今天这个标准又降低了 或者又到了无奈的地步了 我们都不需要做value voter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common sense voter 什么叫common sense voter 今年七月两个月以前 加州州长纽森 签署全国首个禁止学校通知家长 关于孩子变性的法案 加州立法的LGBTQ很长的 同性恋什么说 核心小组主席 然后就为此表示庆祝 说今天对加州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这个主席就说 说州长签署了这个法案 这是让全国首创的政策 再次证明加州作为各地 LGBTQ青年领导者 的避风港的一个地位 什么叫违反了常识 Elon Musk 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 这位Tesla的 对不对 Space 什么X的 推特的老板 Elon Musk 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的 但是当他看到加州州长签这个法案 他就发了个推特 这个推特可能字有点小 大家看不清楚 前面Elon Musk就说 就说有这些事情 然后呢 后面他说什么呢 他说 The state would take away your kids in California 他转发的这个推特说什么呢 Get your kids out of public schools 赶快把你的孩子 从这个公立学校当中救出来吧 Elon Musk说 这个州要把你的孩子 从你手里夺去 他不单是这样说 而且他把自己的公司 从加州搬到德州去了 这就叫common sense 不信主的人都知道 现在已经是超越了这样一个底线了 当年我们说value voter 什么叫value voter 就是到底同性恋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我们有一个立场 你是怎么vote 对不对 但是今天common sense的voter是什么 common sense的voter就在说 你不要强迫我 逼着我说 这个同性恋是对的 这是违反常识的 今天这就是在逼着我们基督徒 违背我们的良心 违背我们的信仰 要跟着他们说 这些违信的话 做这些违信的事 那么今天还有的人说 这是另外的一个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的议题 圣经对此也有教导 说这些自由派都不好 但是有一点好 他们帮助穷人 我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 自由派帮助穷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我提一个美国总统 奥巴马 反正他现在也退休了 奥巴马当年就是一个 为穷人说话的人 他叫community organizer 大家记得吗 当年投票的时候 在芝加哥 很自豪的履历上 community organizer 帮穷人说话的 我不知道奥巴马 为穷人做了多少事情 我只知道他自己赚了不少钱 房子一个比一个大 都是豪宅中的豪宅 这就是人的罪性 那种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 打土豪分田地 均贫富 这些口号我没有听过吗 很熟很熟啊 但最后真的是这样子吗 后来我们推动市场经济 中国过不下去了 要改革了 要推动市场经济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 还是回念那个平均大锅饭 那个时代 当年我读书的时候 也算是我的老师 因为我修过他的课 利宁教授 现在已经去世了 利宁教授 他是很敢讲 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 他那时候人大的 这个法育委员会的副主任 回来确立了这个市场经济 他就跟我们讲了 他说中国从49年以后 说是大锅饭 从来不是一口锅 从来不是一口锅 水波梁山是怎么回事呢 山上一百单八将 他们一起来分 分一半 所有的这些楼螺 分另一半 但是很揭露中国的社会现实 我们都经历过这些 我们太知道了 因为人都是罪人 口号说得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圣经教导我们 要同情 帮助 群伐 困苦者 这绝对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帮助穷人 绝不是自由派的专利 而且我可以讲 自由派做得很不好 做得非常的不好 最后所谓的社会主义 最后就是大家一起挨饿 那么到底怎么去帮助穷人呢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一个小孩 就问自己的父母 说外面有一个穷人 好可怜啊 我们应该帮助他 父母说道 说好啊 你好有爱心啊 这样你在家里干活 挣零花钱 你就自己可以决定 来给他用 小孩说好 一段时间以后 小孩又问父母 为什么要我干活 来养活他 而他自己却不愿意干活呢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圣经的经文 圣经在《帖撒罗人家后书》 三章第十节 保罗说 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我曾和一位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 当时他也受了一些 比较自由化的思想影响 有点社会神学 社会福音 解放神学的思想影响 他很纠结这个问题 觉得我们应该去多帮助穷人 多帮助穷人 有一次他在跟我祷告的时候 他就去扣的这些经文 他说我也很纠结 圣经也明讲 若有人不可做工 就不可吃饭 我就跟他分享 我们绝对爱穷人 帮助穷人 这是没有错的 这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怎么帮 这是非常清晰的 感谢神 现在这位年轻的传道人 还在继续服侍主 年龄也慢慢大一些 以前曾经跟我服侍过一段时间 现在他已经说了 他已经从一个自由派 变成保守派了 我感谢神 大家要知道 人都是有罪的 这样一种帮助令被帮助的人 对帮助产生依赖和惰性 你不是在帮他 你是在害他 多少年的 所谓的这种社会福利 实际上讲白就是自由派 在养一些的票仓 一直在用福利来 依靠他们最后就投票去支持他 但这些永远也走不出来 这样一个穷困的怪圈 因为如果他们走出 这个穷困的怪圈 就不会投票支持 这些的自由派了 他们很可怜 但是不知道 真正的帮助是传扬福音 是要去创造机会 提供培训 让他们能够自立自强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受人于于不如受人于于 大家都知道 同时 我们也要帮助那些真正的 老落病残 孤苦无助者 大家千万要注意 如果是真的 无依无靠的 我们要去帮助 圣经当中有这个明显的教导 对不对 什么样的寡妇 我们要去帮助 什么样的不要去帮助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话题 关于竞选的投入 与参与 咱们的弟兄姊妹 既有热情 而且又愿意去实际的参与 而且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又比较的客观 理性 理性 公平 我非常感谢神 有的政治挂帅的基督徒 跑到另外一个极端 实际上他们会把人吓跑的 把居于中间的 有些很纠结的人 他们在真实的挣扎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来跟我分享 他们在真实的有很多的挣扎 我非常的理解 我非常的同情 如果我们是用那种政治挂帅 那种极专的态度 实际上说不好听一点 那叫做低级红高级黑 好像你在帮着候选人 实际上你是在把那些中间人 都推到了另外一边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去积极的去 鼓励人参与去投票 我们好多弟兄姊妹 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精神非常的棒 而且我也知道 我们弟兄姊妹 我知道大家是非常的 有策略而是很清晰的 我们鼓励人投票和 鼓励人和我们传福音不一样 大家注意啊 很不一样 传福音是要怎么样 要令对方转变到 基督的崇拜者和跟随者的地步 对不对 因为跟随基督 是完全彻底的跟随 完全彻底的降服 比那个粉丝还要更强的 大选投票不一样 有人80%支持 有人60%支持 有人51%支持 丁姊妹你要注意到投票那天 只要出来投票 结果全都一样的 如果有一个人 他跟你说 我实际上不喜欢某某的 这个候选人 某某政客 因为你喜欢这个政客 你是指责人家 不喜欢这个政客 还是你感谢人家投了这个政客一票 这样两种态度可不一样 今天我们是把人带来做 耶稣基督的门徒 不需要把人带去做某某政客的粉丝 而我们这样的客观的 很公平的 很理性的 去跟人去分享 你知道怎样 效果反而更好 对吗 效果反而更好 我们要尊重 别人不喜欢某位候选人的权利 其实很多人 不喜欢某个候选人 最后仍然还是投他一票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我们要给人 不喜欢某人的权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不喜欢 我知道说了这个话 可能有人不太高兴 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知道 我一直是这样子 那是 曾有一位弟兄 在 2020年大选当中 坚定地支持 这个保守派的候选人 非常坚定地支持 我们教会的弟兄 但是他今年很纠结 他给我打电话 因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 而两位候选人对支持 乌克兰抵抗侵略态度 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多讲 讲这个俄乌战争的事情 简言以蔽之 一个common sense的角度来说 从一个底线来说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和社会 就肆意地侵入一个国家 烧杀抢掠 这是绝对要被谴责的 甚至包括有的教会 你知道俄罗斯的东正教的教会 甚至助纣为虐 我看就跟当年二战的时候 西特勒 德国教 你知道当年有些德国教会 是支持西特勒侵略的 差不多的 所以当这个弟兄 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来讲这个 他自己心中纠结 我说我非常的理解 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呢 我聆听 我与这位弟兄共情 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也和他一起来分析 更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基本的议题 我们原则的应用在哪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同时我们也要看 两个候选人 虽然政策有不一样 但毕竟没有一个 真正是去支持俄罗斯 打侵略的 对不对 如果是从和平的角度 尽快结束战争 少一些人死 这当然是好 但是是要是真正的和平 不是那种绥靖的和平 不是张伯伦的和平 不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那种的和平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 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就是这样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不是川粉 若要讲到这个 我不是川粉 2016年大选之前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 然后呢 一个教会同工就 拉着我跟我谈 你也是在大选之前 川普 Hillary 他就非常的纠结 知道Hillary不好 但是呢 他也很不喜欢川普 他问我 要怎么投票 当时我就给了这个同工一句回答 后来我也在我的文章讲到 或者一些其他视频当中提到 好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有人见到我还说 我很安闷你这个观点 我也很理解 他说我也是这样子的 这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这个同工 他说我很不喜欢 我说那你这样吧 你捏着鼻子去投川普吧 2020年大选前 我家师母 开车 被人撞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你说 我们这个牧师 不喜欢某位候选人 2020年大选之前 我家的车子后面 有这个Bomber Sticker Women for某某 大家知道是 佛某某哪一个人 然后还有 维护法律秩序的 这个Bomber Sticker贴在后面 有一天 师母去学校接孩子出来 红绿灯那个地方 等车的时候 砰一下 后面就会砰就撞了一下 声音很大 师母赶快就下来 就看 后面一辆车 那时候已经 退开一些了 消灭这个 撞的痕迹 但是明显是故意撞的 为什么呢 因为车里坐着两个人 这个肤色不能说 说的政治不正确 大家能够猜得出来 车里坐着两个人 不下来 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不小心撞的 他肯定会下来 对不对 会道歉 会看这个 这个车子的情况 而且那写的是 但是这不影响 我的信仰的判断 同时 本来说不提 还是提到一点 我也更不是穿黑 什么叫穿黑 叫穿黑 今天也有基督徒是穿黑 我曾经遇到过 有一位自称的基督徒 宣称自己叫做 never trump 永远不是 恨死他了 大家注意这个观点 绝对不合圣经 为什么不合圣经呢 因为我们的神 是公平的神 我们的神 都给每一个人机会 我们的都是罪人 神并未在创世以前 就定义要弃绝 某一个人 那我们为什么 要never某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 他就这么不好 我们的神 都是给人机会的神 那另外我还要说一点 就是这幅图 因为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取得信息 是从什么的 新闻媒体 还有今天的主流的 社交媒体的平台 传统的媒体 和社交媒体的平台 这是一个非常近的统计 一直近到2022年 这讲的是什么 是美国主流媒体当中 这些journalist 这些新闻工作者 本来这个新闻 我们知道美国新闻媒体 叫做无冕之王 他们是kingmaker 非常重要的 那么新闻媒体的报道 应该公平 客观 持平 是不是这样子 不带偏见 但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样 早就不是这样子了 而且我告诉你 20年以前就不是这样子了 一直追溯到1971年 美国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当中 红的 蓝的 民主党 共和党的 差别还不是那么大 一个就是30%多 一个就是20%多 大家看到吧 最近到2022年 两年以前 已经差十倍 只有3%多是红的 只有3%多是红的 34%都是蓝的 有一半声称自己是 叫independent 但实际上我们完全的知道 今天的新闻媒体 大部分主流媒体 根本就不是因本 在那里 也不是公平的 而是带有非常大的偏见 非常大的偏见 常常去明显地抹黑 某一方 不单是这次大选 不单是前面 前面的好几个 不同的总统的候选人 我们去观察的时候 都发现这件事情 而且大家都知道 保护一方 抹黑另一方 甚至今年最近 脸书 Facebook的老板 扎克伯格 他承认自己主动的透露 在四年以前 他们的脸书 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 他说是压力 实际上我想 这个里外 大概也是不谋而合 承认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的Facebook 动了很多的手脚 去影响民意 这是他自己 亲自承认出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去获取 这个信息的渠道 你要注意 因为很多时候 一个候选人 大家说这个他不好 那个不好 但是很多说他不好的 是不是真的是不好 还是是在故意的 给他们抹黑 故意的去丑化他 去妖魔化他 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 好了 实践关系 已经不能再多讲了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话题 是政党 政客 政党还是政策 请大家记住这个图 牢牢记住这个图 最大最优先的是信仰的原则 然后是政策 然后政党 最后是政客 愿我们一起能够为美国来祷告 实在是要祷告 我们不在血气当中行事 我们愿美国悔改 归回真神 归回圣经 我们也祷告 愿所有的基督徒 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和价值观念 愿每个人按照常识 common sense 现在都不用提value了 就按照common sense 投出庄严的一票 我们来祷告吧 主要我们同心来到您的面前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求主您是恩 求主怜悯这个国家 主要孩子来这个国家 就是心痛 越来越堕落 败坏 抵挡神远离神 不再是一个 in God we trust people 甚至来基本的常识都违背 主要怜悯我们的下一代 怜悯我们的子孙 他们还能不能够 在这里 来按照他们的信仰 按照他们的良心 去行事生活为人 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的环境 当时现在的教育已经很可怕了 他们将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当中生活 主啊 求主您是恩 求主保守 保守这次大选 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期望 当然不是在一次大选上面 但是我们也绝不 推脱 我们基督所当今的责任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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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